你放心吧, 我答應你… 收錢 答應你回來, 二十元… 你行了, 你先安安住, 好不好 桂園, 沒禪子, 你還給我 你收貨 等等…我不跟你說了… 不…桂園, 桂園還沒付錢 說…伯父, 助人厚度一點 你自己手裡還拿著我八十元 你還說我還沒付錢 不是, 我還說我還沒付錢 你還要付了八十元給我 不好意思, 逃街亂了, 多謝兄弟 緊張歸緊張, 要清楚才行 是… 天佑, 你知道你爸爸 在這個小區裡因為甚麼事出名嗎 我聽過很多人說他是爸爸 你爸爸是出名, 擔屎也不偷吃 先把禮貸保管, 我先走了 行了, 我解決了, 好, 謝謝… 好, 兄弟辛苦了, 好, 再見 桂園, 那我先回去吧 辛苦了, 謝謝 桂桂園, 是不是那個人留下的 喂… 你說甚麼?快追他, 還給他 他倆滾, 我只有兩隻腳 怎麼能追? 貼下手機? 是的 稍後發現不見了, 我看看有沒有刺激 看甚麼, 看得來人家走了 你不追我 快追他, 快追他 你不要把手機拿掉 不要走, 手機… 甚麼事? 甚麼事? 還好他, 手機… 甚麼事? 不是他偷手機, 是我偷手機 媽媽, 我拿了他的手機 是呀, 你的手機留在士多 我爸爸一直追你 謝謝…你真是好人 別客氣, 你小心點 好… 慢慢來… 絕種好人, 雷胸托勢就這筆 我就不是這樣看 每個人都說他, 扔屎不偷吃 那就是因為他扔是屎 你試試給他扔的金, 很難說的 我跟你說, 伯父江這種人 腦袋就吃塞米, 吃塞鬼死了 正是托慘也不會漸博 不會漸博 當然了 你別讓我找到那條蠶 看他扔不扔, 我去找蠶 傻瓜, 真是… 九衛生, 你好 不好意思, 我… 我…我不會聽英文的 你會幫我幫忙嗎? 幫我…我知道… 我…我聽早上外父說過 是幫的意思 我…防…防殘症嗎? 我看看 那個產權人是英文嗎? 我會賣房子… 賣… 賣…什麼? 你沒理由燒了一個防殘症嗎? 賣…賣… 你…想想… 慢著我, 讓我看清楚一點 想賣一間屋子嗎? 東山區的, 七十個平方 十年產權 是計成房 這是一間屋子嗎? 我的妹妹給我一個房子 她已經死了 啊…你的意思是… 賣…賣…這間屋子的人 掛了 你想賣這間屋子去? 錢…給我… 我…給你一個房子 我給你錢, 你給我一間屋子 我賣了你一間屋子 你開玩笑嗎?我哪能賣得起呢? 那是… 三十八… 一個零, 兩個零, 三個零, 三十八萬… 美金嗎? 你真是看得起我 賣了那兩仔爺的 我都沒那麼多錢了 這裡住兩天 不過這裡不要搞亂 不要拆我的招牌 我公司來的 我公司來的, 怎麼樣? 你屋子的樣子很痛苦的 有心事要找我, 是不是? 那你也看得出來嗎? 剛哥你的事太容易看出來了, 好嗎? 跟爸爸吵架 不是, 跟媽媽吵架 兒子罵你, 他夠膽? 跟香蘭吵架? 是… 別猜猜了, 不關香蘭的事 那個外國人 他十年前 繼承了東山的一個電梯樓 他現在說要賣, 還說要賣給我 他賣樓給你嗎? 是呀… 外國人弄到要在廣州賣樓 在外國也不幫忙 不是, 阿屈 我看過他的護照 他真的十年都沒有回來 是嗎?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現在的樓價是多少 他就按十年前的樓價賣給我 十年前的樓價, 那是多少錢? 你想想, 東山樓 七十平方還有電梯的 現在至少要賣到八、兩百萬 要是要的 他居然賣三十八萬給我 三十八萬? 是呀 那你答應他嗎? 我就很想答應他 你想想, 每次都賺一百多萬 為甚麼幸運的債人被債人撞倒 不是, 我不是說你債 那你快點去反應吧 這樣不行, 擺明找人笨 我怎會答應他才行 你沒答應他? 沒有 你真的沒答應他? 是… 你真是… 手斷了 對不起… 話說你這麼激動幹甚麼? 一百多十萬的誘惑 放在你面前, 你也可以坐懷不戀 你到底是不是人? 其實我…我很矛盾 跟錢有仇嗎? 是不是? 但…反過來說 你做人的良心要有底線才行 是嗎? 是不是? 但是我沒有你那麼高尚 甚麼? 不是…我說你這種行為很高尚 錢財如分土嘛 信義價更高嘛 即是歷史會銘記你的 我有點事要走開 不…你趁車出去幹甚麼? 我…我被你這種行為感動得我想哭 我要雷賓, 我去買紙巾 不… 過去 幸好讓我聽到, 幸好你還沒答應 跟散電梯樓殺幾乎, 趕快去撲水 是嗎? 也不是, 也要跟外國聊一下 叫他不要便宜便宜, 再多賣一間屋 不, 我剛才聽到他跟你說thank you的 是嗎? 他…外國人不太懂得掃人民幣 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外國人不太懂得掃人民幣 我過來幫他掃錢的 不是, 我剛才聽到他跟你說thank you的 是甚麼意思?我都聽不懂 你別裝作, 好不好? 明明我看見你用英文跟他聊天 你別傻傻傻傻了, 這樣來騙我? thank you 不識字的伯爺婆伯爺公 都知道是謝謝的意思 是嗎? 你…那些錢給他嗎? 我…當然不是, 如果我有那麼多錢 我一早搬出去住 不用住在那裡爛的女罐嗎? 是嗎?是中英文, 還要是訂金合同 成交三十八萬, 付三萬元訂金 別看了, 這些私隱的東西 你們看犯法的 你…你算壞了 甚麼? 剛才稱讚我個人老實 不會貪人小便宜 回頭, 你就跑來跟人簽合同? 賤賣人家屋? 賤賣這麼難聽? 一個沿賣一個沿賣, 光明正大 你不可以這樣做 甚麼? 你真是對我們中國的榮譽有影響 跟他說清楚 你說這家屋不像這樣的錢? 拜託你別賭我米 不是吧, 賭… 你想我解釋給他聽? 是, 跟他說 我找了他笨子嘛 沒錯 我找了你笨子 我找了你笨子的 我賤賣了你的房子 是… 好嗎? 好 好, 他說沒問題 我已經教育了他, 他沒所謂 不是吧, 是吧? 你… 行, 現在呢 御庫的合同已經簽了 首付給了 我還給了尾數, 百多萬就到手了 你還沒走 不是… 外國人面前 沒有拉拉扯扯, 有肉角看的 我… 達雅江, 過了戶之後 請你喝茶 不是… 你… 這樣, 趕快把訂金還給你 是, 這是我的錢 我不是說搶你的錢 就是…如果你收了他的訂金 你…你的房子的虧了很多 知道嗎? 虧… 知道嗎? 就是這樣… 就像是鞋子 穿起來了, 就會在小禁忽 小禁忽就叫虧… 好…不說… 來… 黃丹靖… 這個黃丹靖等於你的房子 知道嗎? 你收了他的錢 你的房子就沒了一大缺 沒了一大缺就叫虧了 就像這裡一樣 你就會… 等於你… 不是, 我跟你說… 不是… 你… 你… 趙先生, 我跟你說得很清楚 你的情況真是符合銀行的借貸條件 經理, 怎麼會不符合呢 你就是說我沒有可以抵押的資源 但你要明白, 我本人就是最優質的資源 才華 算是說你也不明白 那我起碼都是老客戶 我在你們銀行存款十幾年都沒拿走 怎麼都可以拿回VIP資格吧 但是這十幾年來 你在我們銀行存款不要超過一千元 咳… 那你們銀行是不是想賺錢呢 是想賺錢嘛 你借三十八萬給我 我買一間屋子嘛 一間屋子會躺在那裡走不掉的嘛 一間屋子不走, 我也不走的了 唉… 你們銀行無非都是想放下債 收下貴利做大耳孔而已嘛 現在就給你機會了 趙先生 請你注意一下你的措辭 我們是按政國家的金融政策來辦事的 不是什麼大耳孔 你真是不符合銀行的借貸條件 你找其他途徑吧 經理, 經理, 你別走 我現在跳下去給你看 你別走, 我真的要跳下去 我跳… 你走… 你別在這裡騙世了 你看, 只有一纜那麼高 我頭中下去也不死 有氣氛的嘛 大耳孔就差不多上當了 你胡亂說話 這裡來派出租很接近的 你是不是想阿Sir帶你去談談? 誰呀 你很想我被人帶進去嗎 我就是不想你被人帶進去 才過來勸你 你別騙個鬼佬 你怎麼騙聲這麼難聽 你情我願, 買賣 再說也不犯法, 是不是 喂… 他連中文也不懂得說 又不知道國內的樓價 你這樣是不公平的交易 或者他知道你騙他 再追回頭, 你的手還沒長 江哥, 首先你別以為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民 都像你那樣有空 不然你愛國有人 拿著一大塊錢 早就回鄉下了 還得鬼走回來找我嗎 你… 喂…你還不走? 你想想, 他十年才來一次中國 你以為容易嗎? 說不說機票也是借錢買的 這些錢你扯進去背脊骨, 是不是? 江哥, 我看檢查過 我這條食道很粗 我要吞鯨魚也吞得下 不用借到那個背脊骨 不是… 這些是陰公子賺錢 正所謂出來走, 一定要還 我告訴你, 過了海我就神仙了 還說做神仙了 你這樣騙人, 落地獄做鬼 我插著肩子回頭 江哥, 我是無神論者 你省點吧 對…我個人是省 我省錢, 省米, 省糧票 問題是為了不讓你騙人 這種口罩我不會欺負 為何你會這麼瘋? 你別圈著我, 拜託你 不…你聽聽 你為何當年找唐僧不找你? 行了…你別圈著我 你瘋了, 那個事沒大煙 看車子, 看… 你… 會不會開車子? 所以說, 天都不幫你, 是不是? 聽我一句勸, 跟人解釋清楚 不要讓人家做蝕本生意 不…我怕了你, 你別再嘔吵我 總之你說什麼就什麼, 好嗎? 我聽你說… 好… 好, 現在再找他, 找他… 來…你進來吧 我…他要走嗎? 不是吧? 你好, 老闆 你去哪裡? 去一個大廚房 大廚房?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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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很誠實, 說誠信 他現在終於知道 他的房子不僅是38萬的價錢 但是呢, 他覺得我這個人 舊朋友, 很老實 把這個情況告訴他 所以他還是決定用38萬的價錢 和我成交的 不是, 他還是用38萬的… 是呀 哥, 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謝謝你 你非常好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 是呀 他又說什麼? 他說我們是一群非常誠信的人 中國人是地球上最誠信的人 不…沒理由這麼簡單 總是覺得你有古怪 不是, 江哥 現在你要求我做的事 我已經說了 不是, 接下來我們還有重要的事要談 不是, 你… 那你自責吧 這麼巧來幹什麼? 什麼事? 大伯, 今天趙昆喝大兩杯 什麼都爆給我聽了 原來住在旅館的鬼佬 有間房子在東山裡, 是不是? 你看, 賣三十多萬 還要是你告訴趙昆君, 是不是? 是呀 那就是了, 你這麼笨 我都不明白, 婆婆托她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營養不良 收拾少了一點 那倒是呀 你東山那些房子賣一百多萬 現在賣三十多萬, 收拾到了 你看到錢都不會收拾 你是不是少了一件事? 老公, 你是不是擔心 咱沒錢才這樣? 你可以跟我們大家商量的嘛 老婆, 你這麼想就不對了 你也想找人笨嗎? 你想想外國人來到中國 人生地不熟, 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很有義務說真相給人知道 那我就叫趙昆喝過去 說清楚給人聽 誰知道那個鬼佬說他老實要益他 大伯, 我認為最老實的是你才對 是嗎?你應該告訴外國人 你就教會趙昆怎麼做人 怎麼才是好人 你這庭才是好人 如果他外國人要益人 要益也益你先吧 你才是老實人嘛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益你, 拿去吧 賭垃圾, 賭垃圾 你看清楚什麼才好賭 是錢來的, 垃圾 錢? 打劫銀行 傻了, 打劫銀行 你說的嘛 那間房子是三十多萬的 現在我多出兩萬 我… 益趙昆不如益自己人吧 是否這麼說 先說, 這個老實人的形象被你保護了 這件好事替你替我做, 跟他說 說什麼?人家趙昆都下訂了 下訂就下訂了 最多我賠給他一個訂 你替我去說, 不用開你了 不是… 你自己人也不幫, 是不是? 去吧, 你有辦法 不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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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你說好了, 去吧, 去吧 你好, 你好 人呢? 人呢? 沒人呢, 行李還沒了 不在這裡 什麼意思? 這個單前我認識, 再見 就是再見, 再見的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他…他走了嗎? 知道了, 知道, 為甚麼… 為甚麼這麼多人在人家的房間? 不是, 我… 拿著這麼大袋… 你來吧… 你們幹甚麼? 你們是否想拿現金來跟他交易 折惡壺? 折…你這個死人頭, 甚麼壺都還沒叫 現在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走了 寫下這種東西在這裡 Goodbye?他為甚麼要寫Goodbye? 我怎知道, 我們還沒交易 我知道了, 知道嗎? 又是甚麼? 你想截我戶 於是這張東西是你寫的 你想假做一個他已經走了的假象 實情是收起來, 不讓他跟我交易 是不是? 趙先生, 我也想這樣做 閉嘴家裡有個聖人在, 是不是? 做得到這種事嗎? 這倒是, 唐僧妮 他會不會被人騙走了? 騙他用更低的價錢來賣他的房子 糟了, 我看著他, 一定會被人找笨 不是吧?我…我已經給了訂金了 那… 杯水還熱, 走得不太遠, 快追 好… 來… 我先探錢 買二送一, 你不懂做生意嗎? 你這麼貪心, 你的錢夠賣小粒 你拿夠六粒 我是外國人, 胃比中國人大 你帶不出去, 肯定浪費 人家真煩, 甚麼都咬餐 你這麼多, 快點找吧 剛才他的身影很熟悉 哪裡… 是他, 沒打電話, 走 是他 你為甚麼突然走了? 你有甚麼虧心事? 你為甚麼說話?我不明白 你為甚麼說英文? 你為甚麼跟我說英文? 剛才我明明聽到你跟他說中國話 你中文說得很好 比我們很多廣東人好, 知道嗎? 還騙我們第一次來中國? 你就是故意不告訴我 你懂得說中國話 是不是? 你走… 你這樣也想不走? 你走… 怎麼了? 天啊, 這麼多房產證 厲害了 我看看… 說實話, 在這裡挑一套奸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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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 天啊 天啊 二奴錢, 騙我們的訂金 我們的錢在哪裡? 行了…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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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三萬元, 現在剩下兩萬七 突然消了三千元 他沒有替你花光的錢 你也算撿回一身財 是呀 外國騙子利用中國人的重陽心理 裝傻裝來騙人 那要看騙甚麼人 如果騙著我們大伯這些 他算是蠢了 所以這次的案件其實也很點營 如果騙子遇到比較貪心的事主 他就好而得手 只不過他遇到康山又有正義感 又有誠信的市民 他就沒位置入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事例 放上警方官網 讓市民多點注意 一定要放上網 提醒其他人 放上網, 別寫我的名字, 行不行 你是不是怕人家知道你是受害者 是呀 那當然是… 不行啦 噢… 噢… 好, 姑娘, 好天都不見你 就不要睡到樹葉都掉了 我的朋友Mabel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抽一條筋 我要上神州大地找男朋友 接著我介紹男朋友給他 大哥, 我去哪裡找個男朋友給他 真是容易, 你找找昆 是呀, 那個臭小子 我們在那裡搞了他什麼情感諮詢社 聽說好像挺碰的 是呀 就找他幫他介紹電影吧 有想的, 先考慮一下 不用考慮了, 這段時間 這個臭小子可能去了廣西 等你遲些…回來, 我告訴你 閃姐… 今天是嗎? 別說人 晚上別說神了, 就說就到 你回來這個時候 可可有優質客戶介紹給你 真的嗎?有生意做嗎? 一回來可以發肆, 我也說的 原來吃狗肉真的可以轉運 你吃狗肉嗎? 你幹什麼?現在觸電嗎? 很奇怪嗎?廣西玉林狗肉節 中外辭明 中外辭明, 我看你臭明丸播 現在看樣子像是你吃狗肉多一點 還要是吃了有狂犬病那種 別說了, 可可愛狗之人 我…喜歡狗吧?我明白的, 港女 港女全部都是很有愛心 很喜歡小動物, 是吧? 令自己有個光環的熟女 不過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你不用在我身上貼這些標籤 沒用的 你…你知不知道狗是人類的好朋友嗎? 好朋友?對了, 我還有手信 港西帶回來的, 狗肉乾, 試試看 你神經病, 你炸我的肚膚之文 我以後會跟你絕交 說真的不激動 好心他看清楚吧 擺大字寫著牛字, 牛肉乾 來, 試試看 真是人家說你賤人了 這麼多話不說, 用這種話來說 我們的姑姑仔仔 他不是假裝有愛心 他真的有愛心 他是香港的愛狗協會的理事 別在他面前說吃狗肉得人討厭 他連到處抓狗, 他都會上前制止 他真的這麼吃飽飯, 沒事做的? 你也是大大地把他得罪了 你還想他給你介紹優質客戶 一斷踩路 你省點吧 這麼大劑? 這條就要搶正街了 到了到了 來問人家就是我大哥開的 其實主要是一個很方便 基本上要什麼都有什麼 可可, 嗨 讓你們都到了, 歡迎… 真好 好像港姐那樣, 每個人都回不上學 聽說都是香港的優質勝利 是跟著可可來看看有些相親機會的 本來都會是你的優質客戶 對 對 Coco姐, 你的朋友, 你好 你好, 真是人以群分, 物以類聚 你的朋友每個人都像你那樣高素質 這位是… 幸會…小姓趙, 趙…趙坤 我是開情感諮詢社的 我們諮詢社專門幫有緣人牽線答應 相提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我們可以談談 Coco, 你之前提過這個情感專家 不好意思, 各位姐妹 我之前和你提過的事 麻煩大家在腦裡全部刪除他 這個人是壞人 他全身都是冤寨, 我很可怕 冤寨… 各位, 不會… 我個人不喜歡別人借錢 也不會借錢給別人 所以… 你有罪 不… 香蘭姐很清楚我為人 我不會做那些違法亂己的事 專己守法, 我生不入寬門 我沒什麼罪 你說, 你毒, 尤其是你, 毒都無論 我… 我最近有點熱氣, 離胎有點厚 但我也很喜歡個人衛生 我有什麼毒, 公局姐 你最大的毒是你吃狗 你的口有毒, 你的心更加毒 狗… 狗, 是不是 不是, Coco姐 你是我們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是吧 你怎會和我的小日米一般見識 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大家沒計較 天啊, 我的天啊 姐妹, 你聽她說什麼 吃狗殺狗, 她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天啊, 這些人 你放心, 我一定會保護你 千萬不要認識這些人 壞人賤人, 人爭 我們小心點 千萬不要認識這些人 也覺得最深重 是呀, Coco姐 你去那邊… 不是 就是那邊那個 Coco 我… 誰讓你來, 我的天啊 都是你大客戶 現在沒想到就… 不是, 我… 不是吧, 頂得這麼高 也沒人回帖 你想我免費資訊? 你免費請我開飯, 行不行? 神經病 來 坤少 很空閒 什麼空閒 做得踢腳 你也不知道網上的人 每個人都爭著找我資訊 爭著給我錢, 我也做不切想休息 真厲害, 真的 不是, 你富貴成這樣 是呀 這樣就行了 就趕快給我這個月的屋子 我昨天不是交給你了 交給你的死人頭嗎 你昨天給的是上個月的 你昨天說 今天這個時候給我這個月的 是嗎?其實很簡單 我網上這麼多客人 隨便叫客人網銀過錢給你 就行了 是呀, 那就趕快操作 你有很多客人嗎?看看 不,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一看他死機 這麼巧的 是呀 你別告訴我, 你是一頭客人都沒有 我還要把魔鬼給你, 為甚麼幫忙 我幫忙是米露 還不是因為你得罪了Coco 要不然你現在幫那些優質生女 在賓錢忙後收資訊費 我和那些狗幼不合最型 不過他們的港幼很適合我那個 荷包的型 看你蠻蠻的, 別說我不教識你 甚麼 你現在應該來點喇喇 就哄我們姑姑仔和那些小女孩 那就行了 哄鬼哄馬嗎?他們在忙 幫那些死狗超渡靈魂 得鬼閒理我 Coco生女妻是因為你吃狗肉 你得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算了, 教識她都加三法 我很現實的 有錢給你就繼續在這裡住 沒錢給了, 走吧 別管了, 善姐, 我… 我婆婆在想辦法, 別管 我有潛質的, 善姐 我以後會有荷里活 你真是狗像人世, 狗眼看人 但是狗嘴吐的狗像, 狗不答法 狗, 難道要發事 真的要和狗做朋友? 臨時急, 我去哪兒找狗來拍照 對了, 別走, 和哥哥拍照 別走, 喂, 趙昆 你真是阿君拉我越拉越走 真是 別動…別動, 別動, 拍照 來, 拍照 拍照 這個肖昆真是狗也不翻 幹什麼?還敢出來拍照 好嗎? Coco姐 怎麼不見你那些香港的姐妹朋友 去了參加交友聚會 交友聚會? Coco姐, 你要勸勸你的朋友 外面搞什麼交友聚會 不要亂去 你怎麼知道那些是什麼人 如果遇到壞人, 輕則 就會洩漏自己個人信息 然後強迫你消費 如果遇到那些真正的壞人 那就糟了 隨便騙了你的朋友 這樣很可怕 你這個人… 我真想不到你這麼暴女 你的內心這麼黑暗 不, 我只不過是想勸你們 要小心點 當然, 我還要解釋一些誤會 Coco姐 我們之間的確是有些小誤會 那天我在廣西回來 不是說去什麼狗肉節 其實不是 而是一個電影節 我在廣西這麼遠乘車回來 遇到我烏烏蒙 所以見到你, 我就亂說廿四 還有那天 見到你們的姐妹之後 每個人都厭江四射 我又驚為天人 所以我又是說錯話了 其實呢, 我很喜歡狗 譬如說那天我跟你說 有一包狗肉乾 其實這包牛肉乾 我只是開玩笑 不信你試試 我從小就很喜歡狗 有一句說話說得很好 人是狗類的朋友 什麼?是嗎? 你是不是想說狗是人類的好朋友 是, 狗是人類的好朋友 不信我給你一部手機 你看, 我很喜歡和小狗拍照 你看, 這張照片 我和小狗笑得多開心 真是看不出來 原來你真是喜歡狗 是呀, 我和他兄弟相稱 不僅如此 我還要和小狗很喜歡談心 說人生、說理想 我還要很關心他們的終身大事 對嗎? 就介紹他們男子女子一起相識 見到他們認識新朋友 我也很開心 是呀 所以我和那些喜歡狗的人 也有很多共同語言 譬如說你們的姐妹 你叫你們的姐妹過來跟我聊聊天 聽到挺有誠意 我會考慮一下推薦你給他們 是呀… Koko, 你也在嗎? 寧願聽你的聲音 夠兄弟倆, 幹什麼? 走吧, 下訂吧 下什麼訂? 我和你吃一間雷州白切狗 有新貨, 來, 喝酒 赵昆 你聽錯了 我何時和你吃過什麼雷州白切狗 我和你吃的是白切雞, 好不好? 白什麼切雞?你真是耍了 你說你最喜歡吃狗肉 沒有… 我知道了 什麼? 肯定是下酒的狗 你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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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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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聽我解釋, 她… 不好意思, 我是否說錯話了? 你怎麼知道說錯話? 如果這裡是健身房 我就吊起你當沙包那樣打 我吊他 要不要? 貼了這些小狗的照片 你證明你是愛狗人士這樣說了 對, 你不用裝模作樣 Kopo把你的壞事告訴我 各位姐妹 你們對我的誤解釋太深了 我真的發現了 舊狗是我們人類最好的朋友 湯然, 是否真的愛狗, 行動是最實際的 今天你們出街 有沒有聽見外面有狗吠聲? 又真的沒有? 沒有, 因為我仔細研究過我們的好朋友 我發現牠們吠, 一不就生氣, 一不就餓 於是我就特地買了很多狗糧 今天出街餵了流浪狗 安撫了牠們的情勢 你這個謊話很大 你會買狗糧? 嘩, 你捨不捨得? 你鋪畫法, 我捨不捨 那這些是什麼?真金白紋買回來的 而且為了照顧不同狗種的口味 我還要親自試過所有狗糧 才餵給牠們吃 譬如說這隻的味道有點偏鹹 我換了這隻, 試試過 這隻好, 要不就你們也試試吧 不好了, 如果你們試完之後 狗狗沒得吃就糟了 還是留給牠們吃吧 以後我就吃這隻 你? 不, 以後我就買給狗狗吃 姐妹, 話說回來 看牠今天的表現好像挺有誠意 你們是不是考慮一下 把情感諮詢顧問交給牠們做? 好, 反正我們在廣州還有一段時間 考慮牠一個月看是怎樣的 是呀, 各位姐妹 如果有什麼需要 可以隨時給我電話 看來是你, 考慮一下, 我們走吧 好, 考慮一下, 隨時亂戲 慢慢走, 再見 幸好我當機立斷 情願貴一點也要買炒豆來扮狗糧 吃吧 君哥, 吃不吃得一嘴油? 紙巾也沒有 街口當羊肉串 街口那一檔? 我聽人說那一檔是掛羊頭賣狗肉 有些街坊親眼看到老闆撥狗糧 買不到味道這麼特別 狗肉, 哎呀, 怎麼這麼大整股 你千萬不要告訴Coco 你跟牠有個什麼約定 如果你吃狗肉, 牠就不給你生意 你知道吧, 總之千萬不要告訴牠 不對了, 這兩串都給你了 小小, 吃不吃? 小小, 你做什麼? 沒有, 趙昆的死人蘇州糧糧糧 吃剩下的狗肉又不吃 你小小吃不吃嗎? 趙昆 趙昆 你說外面有什麼? 還以為是我媽媽 很像我媽媽, 我小小 看看發生什麼事 什麼?Coco姐 什麼… 來吧 這是什麼鬼? 這是什麼鬼? 坤哥, 剛巧我碰到Coco姐 做了事就行了 Coco, 你不用這麼生氣 整件事我可以解釋 其實件事的經過就是 我在街口看到一個白頭腦 這個白頭腦當時在燒肉串 那些我發現是狗肉 狗是我們人類的好朋友 於是我們當場喝止牠 還要沒收所有的貨品 後來有個街坊告訴我 牠賣的根本不是狗肉, 是老鼠肉 於是我就交給康天憂 叫牠處理了的老鼠肉 是不是? 是 行, 我有貓 貓就喜歡吃老鼠肉 如果你稍後這串肉給牠吃 牠肯吃的話, 證明牠是老鼠肉 如果牠不吃的話, 證明你吃狗肉 來, 貓, 吃點好東西給你看 Miau, 真是益利, 這是老鼠肉 吃吧 那醫生叫你記得定時定時去打針 不知道貓沒什麼病毒之類 我真是臘死人物 遲早我就刮… 我會刮多點魚肉餵牠 讓牠吃得越來越漂亮 這樣, 看見你現在這麼慘 我暫時都可以相信你爹那麼多 是呀… 只是但是… 又但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證明你一個愛狗人士的話 你一定要加入我們的協會 還要踢人入會 我…我…很榮幸 那我現在就非常榮幸地宣佈 你可以正式成為我們協會的基礎會員 是… 但是這樣, 要成為我們的會員之後 你還要交頭銘狀 交頭銘狀? 今天這些菜, 不行 謝謝… 做什麼… 有味道… 什麼有味道? 骨頭 湯渣是不是? 這次早上的我已經倒垃圾桶了 你幹嘛倒掉? 留給我嘛 又要我去掃垃圾桶 真是… 趙坤現在成了垃圾牢了 每天每天都每家都收骨頭 幸好還有些人在這裡 很邪惡的, 放下吧 沒辦法了, 要餵救一百天流浪狗 還要求我要做狗的爸爸 幸好這裡還有些… 差不多了, 沒什麼肉了 要不想這麼急? 今天煮骨湯 吃完飯大舉把骨頭倒掉 真的很多骨 有時間吃了 吃點東西 來, 吃吧 來, 吃吧 慢著 什麼事? 袋裡面是不是狗? 是啊, 我開大排檔的 袋裡面有隻狗沒那麼出奇 喂, 聶哥兄弟 你收拾一下 不如不要殺牠, 放掉牠吧 不要殺銀牠了 狗仔也是一條命的, 放掉牠吧 不放… 不要殺了, 不要殺了 我殺銀牠了, 我要殺銀牠了 不要… 別殺了, 別殺了 別殺了, 放下 別殺了, 放下 別殺了, 放下 別殺了, 牠叫我不要殺狗而已 兩位… 其實牠只是隻狗而已 要不然這樣, 給你一百元 別殺了, 以後不要再做狗肉生意了 好, 放下, 放下 趙坤, 幹什麼? 收拾骨 我現在是狗老爸 我在幫我的兒子女兒配營養餐 狗肉, 白切狗, 來, 弄一件 我不會吃的 兄弟, 吃得阿福, 穿得綠 我不像你這麼沒底線, 什麼都吃 廣東人嘛, 背脊向天都吃的 真是傻子 這麼說, 你老了之後都會駝背 一駝背, 你的背脊向天 我可否切了你來吃呢?白切口水威 你坦白說, 人歸人, 狗歸狗嘛 人和狗都是有生命的 都有老婆、子女的 就說你現在在藏著的這一狗 是誰的老公, 還是誰的兒子? 你看看, 你被針刺也會覺得痛 白切狗是被人一刀一刀白切 只要切得不好 你看看, 這兩刀還要撞刀 多麼痛 你這樣也糟了, 你還有人性的 我有罪, 我有罪 我早就叫你去死了 你不要狗扯偷生 我馬上去 坤哥, 想不到你真是抵受得住 這麼大疊狗肉的誘惑 還要把口水威罵得痛悔萬分 我想不到坤哥你為了做一宗生意 可以這樣扭曲自己 你不覺得很痛苦嗎? 其實起初我都覺得自己挺扭曲的 為了做生意 但是我和小狗接觸時間長 我覺得小狗真是有靈性 所以狗真是人類的朋友 我們不應該吃牠的 坤哥, 聽到你這麼說, 我也很感動 總之你加油, 有前途, 不妨礙你 我們待會兒就要玩一下 我拿牠去撞了你 趙坤 這是甚麼? 你是狗肉 你居然是狗肉餵狗, 你很變態 兩位千萬不要誤會, 狗肉不是我的 對呀, 死人口水威拿過來 我還勸牠不要吃 你…說謊, 口水威呢? 口水威在哪兒? 為甚麼我看不到口水威呢? 這次真是狗肉餵狗, 死人口水威 口水威, 幸好你還沒死 快點拿回來的東西 你告訴我, 狗肉與我無關的 是你拿過來的 是嗎? 狗肉是我拿回來的 不過被趙坤教訓了我一頓之後 我只有我才不應該吃狗肉的 所以我想跟牠風光大撞 你快點拿去撞牠吧 好, 我去撞牠 Coco, 現在你弄清楚了 狗肉真的不是我的 我已經重新做人了 那你姐妹的終身大事 可不可以交給我來處理呢? 我們看到你的改變 不要同志 但是這樣, Mabel 下星期就要結婚了 不走開 現在我也有單生意給你做的 幫我女兒找回男朋友 你女兒? 真的看不出來 這麼年輕的女兒就可以找男朋友 沒問題, 你女兒對男朋友有甚麼條件? 那些條件都很簡單 一定要夠醇 一定要活潑 活潑 一定要下星期 下星期 對, 一定要下星期 你女兒不找男人要找狗公? 那我女兒是我寵物狗 那我想你幫牠解決情感問題 你女兒是一隻狗? 那怎麼辦? 這件生意你做還是不做? 行 為了賺錢, 不管是人還是狗 我一於照做 好 妙子 和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